香港的朋友相信西貢就來得多了 不過講起對面海村 可能很多人都未來過 其實這次我們也是第二次來的 另外有十字架 這邊一個也是 可能那些架會起 在這裡 不知道什麼吧 這個什麼 歡門漁民新村 大禮堂 已經雕空了 荒廢了 這個對面海村 認真 背山面海 地勢有風 有海紀 有風 冷氣也不用開 都幾清 不過天氣好 有些水 看出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Yan 雖然已經是九月底 不過天氣還是很熱 那我們就捉著夏天的尾巴 和老闆去一轉西貢三星灣 今天就特地不搭船 因為我們又想行山又想游泳 其實去三星灣一般都是搭船的 可以搭巴士或者駕車去到白沙灣碼頭 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 就有街島去三星灣 來回就是30 單程就是15 某些船公司就可以買單程 但某些就一定要買來回 買來回的朋友記得keep好一張飛 船公司是認飛不認人的 在西貢碼頭都有街島過來三星灣 但我不確定它是否走日都有船 如果知道的朋友 歡迎你們在評論區留言給我 而我們今天就選擇了在西貢市中心起步 接著穿過對面海村這樣走進去 沿途都是些容易走的山路 上落的波幅不大 怕曬的朋友都不用怕 沿路大部分都是些樹蔭位 而我們游完水再出回去西貢 後半段就是走另外一條路 經過朝坑口出回去西貢公路 這樣就完成了華南忽半島的路線了 嘩小黃和小黑好帥仔呀 我們就從西貢碼頭出發 走入牌坊先穿過後面的海鮮街 現在走過去我想 慢走一個小時 可要讓大家岵穿的 算不可以可以 划救救在江大适上落 應該可以 毒蜜蜂etto糟 cer деле 如果你難回胡蜑蜂 這些百千層樹一路長大 它會把原來樹皮一層一層推開 所以認真看它那邊的樹皮很有趣 穿过海鲜街就走到翠塘路 翠塘路的街尾有个回旋处 在这里向左转就进入了上对面海村的村路 这里就见到对面海村的牌 但因为这条村是在山顶的 所以我们还要穿过几条村才到 就在路口两边见到很多这种绿植 看得很舒服 这个不知道是做船厂还是整船厂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好像很刺 最主要是维修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就没什么船 如果摆满了,可能夏天就很生意 香港的朋友相信西贡就来得多了 不过说起对面海村可能很多人都没来过 其实这次我们也是第二次来 这边的村都是依山而建的 对面海村就差不多在最高的位置 走上去对面海村的时候 还会经过几条村 包括有百多六村、官门渔村和万宜渔村 但因为这几条村都黏得很迫 我们后来做回资料搜集 其实都分得不太清楚 这个是什么? 官门渔民新村大历堂 已经刁空了,荒废了 这个官门渔村的村屋的设计都蛮有特色的 还有你走进去,居很多屋的牆身 都是游了一些不同的颜色 看起来有少少地中海的风情 多长时间都放在这边 烤凉茶 真的? 只是说一下 通常人家曬干 不是就是烤茶 全部有十字架 这边那边也是 可能这个城会是 这边村民吧 这边应该就是万宜渔村了 是當年為了蓋萬宜水庫 而需要遷徙的漁民 一起搬來官門漁村和萬宜漁村 這個牌挺有味道 海寧樓這個牌 這個對面海村認真 背山面海地勢又高 又有海景 挺好風冷氣都不用開 整條村地勢最高的海庫樓 那裏是年島沙洲 哦 看到了 哇 好棒 即是碼頭搭船出來就是那裏 是啊 那裏好像叫白沙洲 嗯 有屋那裏不知道是鹽田子 八卦園對面海村 我們就在海庫樓後面穿回康庫路了 出了大路就轉左 走不久就會見到這個黃色的鐵閘 順著山路向前走 進來走了 幾十秒已經見到第一個子路牌 右邊去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左邊去麻藍窟 2K 好 我們去左邊 2K 對 因為我們準備去游泳 所以都是穿拖鞋 進來這段山路 對拖鞋都挺友好 不難走 有一段上樓梯路 我還以為整段都是平路 大東山都可以上 你看這幾級樓梯 但那裏寫2K走半小時 如果是這些山路 半小時應該走不到這兩期 原來要翻過一座山才到 一轉角灣還有這麼多樓梯 這樣就是 都叫你以前好好讀書 現在要走路去了 沒有船搭了 你說我 我們 在個洞裡見到 那裏已經是橋咀了 橋咀的碼頭 真的很洞 要裝出去才看到 去年島沙洲出來的 好像叫什麼牌 燈塔 橋咀牌 咦 在這個路口 我們向左邊走 右邊出去遊艇會嗎 對 右邊出去 白沙灣遊艇會 我們向左邊 麻南忽 走了10分鐘左右 又見到這個牌了 10分鐘 是嗎 5分鐘左右 左邊就是麻南忽 右邊三星灣1K 就是這個半島最尖竹的位置 不過我們又要翻上這座山 走吧 康湖居 康湖居 飛鵝山 發射塔 對 九龍之巔 九龍之巔 我們自己建的 這麼輕 大家千萬不要給我們 但是 都挺搭配 三星灘應該在左邊 總之 在左邊 在左邊 好熱 今天適合去游泳 我們終於走到這個 準備轉彎位了 這裡 應該是 100米左右 就是三星灣 不用了 已經看到了 請蜜葵蜷入內 聞到海水 聞到海水味 嘩 聽到海浪聲 這邊 左邊 我未試過走路 這麼熱 都應該沒有人來燒東西吃 不是說過了四月 就會有救生員 是因為救生員不夠人 今天水也不錯 是啊 現在跑出來清不清 雖然沒有布吉蘇梅 那種水清沙幼 都幾清啊 今天的水 不過天氣好 就有些水 怎麼都好 看出來 這樣是 走一 始終是走一 少了很多人 你看 星期六日 那時候 那些人拍照 很多人 很多人 整個沙灘都是 人 我喜歡 少人 現在這樣 當然 誰喜歡多人 不過這個斜坡很斜 有幾步就已經 碰不到地 OK啦 來了一間 那班小朋友 都還到地 這邊可能好一點 我們游那邊 就 一匹匹 有狗狗在這裡游水 在海灘 Caya都下班了 走了 玩了整天 在海灘 看不到一隻狗 很難啊 這裡 無法向上去 有隻領航狗 大黑狗 沒有救生員當席 我想星期六會有的 走了,玩完一天了 好像整個碼頭都是等船出去的 那都是,那裡十幾十個而已 但是,只有我們倆是走出去 走路來,可以做 走路去 讓大家看一下 那都是九個字左右 出到西谷公路 現在已經是晚上六點兩 黃昏好嗎? 說到晚上 黃昏六點兩 天開似黑 不過,我們又要繼續努力 好,下回來這個 剛才我們分叉去三色灣的路口 右邊這條路就是剛才我們來的時候 下來 在西宮過來的那條路 不過,我們現在就不走這邊了 我們向西貢公路走出去 Google Map顯示1.8K 22分鐘 今晚的天都有點漂亮 不過,都是雲太厚 如果雲薄一點,就可以透出來了 應該就是這條車路一路出去 嗯,也可以 北京北角,我們已經走出路口了 前面就是西貢公路 天都黑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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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檔 三隻大狗 好開心 邪敬督龍 嘩 嘩 玩了一天,當然要找地方吃晚飯 巡礼到我們這個每集一食店的環節 猜猜我們今天去哪裡吃飯 沒錯,我們今晚就去九龍城街市 不過,九龍城街市不是只有樂園 見到一支香啤就知道我們吃泰國食物 街市上面這間泰院 比起九龍城其他泰國菜來說 性價比是不錯的 這間泰式蠔仔煎蛋 就有別於我們平時吃的潮州蠔餅 口感就多軟 還有蠔仔的量很多,很大隻 這個青木瓜沙律就正常水準 都是香港人吃慣的口味 不過,如果有吃得辣的朋友 可以跟店員說 要太適辣度的青木瓜絲沙律 另外,我們還叫了牛肉串燒 串燒做得很野味 搞到我們又要多喝一支醬啤 而這個生菜包就做得太濕了 略為乾身一點就好了 好了,今集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點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